打造社区的特色挖掘在地的闲亮点 太平车楼浦文化发展协会 今年与慈民高中共同创作了一本绘本 而虽然受到疫情影响原本的轻盈共创 变成了分开创作 但大家在分工合作之下 将在地的农特产、香蕉等相关知识 都透过了故事方式让大家更了解在地市 社区民众重现早期农村牛车拖拉的情形 农民挑着扁担装着采收的新鲜香蕉 准备去贩售 车隆浦地区盛产香蕉 为了让民众更了解在地的文化及特色 这一次车隆浦文化协会推出黄金传奇绘本 有学生在学校绘图 长辈就在社区 一样也是来参与无难的整理 访谈这一方面 最后在整合起成为今年车隆浦 他们设造点的一个成果 车隆浦黄金传奇 那绘本的内容当然讲述的是车隆浦香蕉的整个产业的发展 那我觉得这一次最可贵的是 虽然是在疫情之下 那学会还是想翻设法 就是透过各种方式 然后可以让学生还是来参与这样一个绘本的制作 我觉得透过绘本的话 用简单的叙述跟比较可爱的插图的话 可以让我们更加的了解这里的文化 慈明高中学生讲说绘本中的创作内容以及故事 车隆浦文化发展协会结合在地的慈明高中 让学生一同参与社造活动 透过学习更加认识在地的文化农业等 而这一次同样以香蕉为主题来创作绘本 我们这个香蕉在我们车隆浦已经很多年了 我想说这个车隆浦 把这个香蕉可以看 把它记录下来 把它延续下去 让现在我们这些小朋友更不知道 我们香蕉在我们车隆浦的历史 所以这次在今年 想说我们把这个香蕉 延续我们去年的 做做的料理 跟它的整个香蕉 要把它运用 所以我们想说 给它做一个绘本出来 给它记录下来 虽然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让原本要共同绘画的方式 改成长辈跟学生分开创作 但透过齐勞访谈 文案整理 再画出一张张精彩的故事内容 讲述了车隆浦地区 香蕉的产业发展 并将绘本做成电子书的形式 希望让更多人认识在地产业 记者陈昭安台中采访报导 画面讯电 ». 数据 数据 上 感谢观看